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民间许多流传的看似粗鄙的俗语、谚语,却蕴含着丰富的人生道理,点个订阅不迷路,带你领略更多的国学智慧。 老话说在恶末吃坟前供,在泪末做人肉凳就是一句流传广泛的民间谚语,这句话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含义。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肖末国学。 在恶末吃坟前供,我国是一个拥有以上下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在其漫长的历史中,祭祀一直是我国古代极为重要的一种文化传统。 直至如今依旧如此,已经深深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国,不管是逢年过节,还是遇到什么大事,都要祭一祭,拜一拜。 而祭祀用的贡品是神圣的,不可玷污的,比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因为嫁了两个男人,违背了封建道德礼教,被众人视为是不祥女人,被要求不准碰祭祀的物品,因为祭祀用品是神圣的。 上坟也一样,在古代,人们会在祭祀时将食物放在坟前,以示对祖先的尊敬和怀念,上坟的供品是神圣的,既会被触碰和吃掉。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分众祖先和孝道是极为重要的价值观。 在中国人传统的文化理念中,人们认为祖先的灵魂是不灭的,他们对于后代有着保佑和庇护的作用。 因此,分众祖先和孝顺父母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吃坟前贡被视为一种对祖先的不敬之举,违背了孝道的价值观。 因此,这句谚语也体现了传统文化对人们行为规范的要求。 中国的宗教信仰多种多样,包括佛、道、基督教等,在这些宗教中都有关于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的观念。 吃坟前贡被视为一种不祥之举,因为这样做可能会激怒祖先或者触犯神灵,从而引发因果报应。 当然,抛开封建迷信不说,这句谚语主要反映了宗教信仰对人们行为规范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社会道德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在社会道德中,尊重逝者和敬重死者是基本的礼仪和道德准则。 吃坟前贡被视为一种对逝者的不敬之举,违背了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 因此,这句谚语也体现了社会道德对人们行为规范的要求。 总的来说,在恶魔吃坟前贡这句话,既反映了中国历史、文化、宗教和社会道德等多个方面的影响, 也体现了人们对道德规范的普遍认同和遵守。 在今天的社会中,这句谚语仍然具有重要的警示和启示作用。 它提醒人们在面对困境和诱惑时,应该坚守道德底线,保持敬畏之心,尊重生命,尊重人性,尊重道德规范。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恶魔吃坟前贡这句谚语也暗示了一种对生命与死亡的态度。 在传统文化中,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灵魂的归宿。 因此,我们应该对待逝者,保持敬畏之心。 不应在他们的安息之地打扰他们的安宁,这种态度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死者的哀思,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与道德修养。 同时,国学中的在恶魔吃坟前供也可以引发我们对于人性的思考。 人性具有善恶两面,面对困境时,有些人可能会迷失自我,被贪婪、自私的欲望所驱使,而忘却了自己的道德良知。 然而,这句谚语提醒我们,无论面对任何困难,我们都应该控制自己的欲望,保持良好的道德行为,不去伤害他人的利益,甚至是尊严。 只有通过自律与修炼,我们才能真正发觉并展示出人性中善良、正义、公正的一面。 欢迎订阅肖默国学,带你带你领略更多的国学智慧。 此外,在恶魔吃坟前供也给予我们一种审视自己的机会。 虽然这句话在表面上是向人们传递道德规范和对逝者的尊重,但当我们深入思考时,它也反映着一个人对自己行为的反省。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追求物质财富与享乐,忽视了内心的修养与品德的培养。 因此,在恶魔吃坟前供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高尚的情操与品德修养。 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自己生命的珍视。 最后,在恶魔吃坟前供也可以引发我们对于社会道德的思考。 在一个社会中,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大众,道德规范的遵守与传承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句谚语提醒了我们,当社会风气出现堕落时,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而是应该积极参与到道德重建的过程中来,唤醒人们对于道德的意识,营造一个和谐、公正的社会环境。 在类,莫坐人肉凳。 人肉凳也就是只用人的身体当作凳子来坐。 主要是只坐大腿。 在类,莫坐人肉凳这句话也同样涉及到中国历史、文化、社会价值观等多个方面,表达了人们在疲劳或困倦时应该保持基本的礼仪和尊重他人的原则,避免做出一些不恰当的行为。 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看。 在类,莫坐人肉凳这句话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尊重长辈和尊辈有序的价值观。 在中国历史上,长辈和尊者通常被视为家庭和社会中的核心人物,他们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应该受到后代的尊敬和敬重。 坐人肉凳被视为一种对长辈和尊者的不敬之举,违背了传统文化中对长辈和尊者的尊重原则。 例如,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中,晚辈在长辈面前不应该随意坐下来,更不应该坐在长辈的腿上或肩膀上, 即使在家庭成员之间,也应该遵守长辈有序的原则,避免做出一些冒犯长辈的行为。 在古代,人肉凳很常见,公子少爷哥,千金大小姐,夫人老爷等有钱人家外出,路上没有地方歇脚,可以坐仆人的人肉凳休息。 当然,在古代那个封建等级森严的年代。 仆人的地位比较低,很难争取自己的权益,且其本身太多也是出于自愿去。 在《泪墨坐人肉凳》这句话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尊重人体尊严的价值观。 在传统文化中,人的身体被视为一种神圣的存在,人体的尊严和不可侵犯性被高度重视。 坐人肉凳被视为一种对人体尊严的冒犯和不尊重。 因为这样做,暗示着将人体的某个部分或整个人体视为一种可工作的物品或工具。 例如,在一个公共场合,如果有人坐在别人的腿上或者肩膀上,被视为一种不礼貌和不文明的行为。 这种行为不仅可能造成身体上的不适,还可能引起心理上的反感和不满。 在《泪墨坐人肉凳》这句话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遵守社会道德的原则。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社会道德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人们应该遵守基本的礼仪和道德准则。 坐人肉凳被视为一种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因为它涉及到对他人的不尊重和冒犯。 例如,在一个社交场合中,如果有人坐在别人的腿上或者肩膀上,被视为一种不礼貌和不文明的行为。 这种行为不仅可能引起他人的不满和反感,还可能对整个社交氛围造成负面影响。 在《泪墨坐人肉凳》这句话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避免身体接触的原则。 在传统文化中,身体接触被视为一种私人行为,不应该在公共场合发生,特别是在男女之间或者是不相识的人之间,身体接触被视为更加敏感的问题。 例如,在一个公共场合中,如果有人坐在别人的腿上或者肩膀上,被视为一种不礼貌和不文明的行为。 这种行为不仅可能引起他人的不满和反感,还可能对整个社会氛围造成负面影响。 从国学的角度来看,身体接触的问题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密不可分。 在传统文化中,人们强调尊重他人的个人空间和身体自由,这种思想源于儒家的人,义、理、智的教育理念,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和关爱。 古人常说,邻里和睦,有小康之乐,这一句诗句表达了人们在社交中,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不仅要避免身体接触,更要保持相互之间的距离和尊重。 所以,当有人试图坐在别人的腿上或肩膀上时,这种行为无疑是对别人尊严的侵犯,破坏了邻里关系的和谐。 另一方面,从道家的观点来看,身体接触可以互相传递能量,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带来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能量的传递需要基于彼此的信任和共识。 对于陌生人之间的身体接触,我们应该更加慎重,因为在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观日趋多元化,对个人空间和隐私的尊重变得更加重要。 因此,我们应该遵守传统文化中关于身体接触的规范,尽量避免在公共场合进行过多的身体接触。 特别是男女之间或陌生人之间,这不仅仅是因为尊重他人的私人空间,更是保持社会和谐和共同价值观的需要。 此外,我们可以通过传统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培养自身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以身作则地影响他人,通过良好的行为示范和言传身教,引导他人尊重他人的身体自由和个人空间,共同建设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 总之,在《恶莫吃坟前贡》,在《泪莫做人肉凳》这句俗语谚语,虽然短短一句话,但它所蕴含的丰富含义和文化价值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通过了解这句谚语背后的历史、文化、宗教和社会道德等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在实践中更好地遵循道德规范,促进个人修养和社会进步。 感谢观看